我要買巴力 買一部巴巴托斯給你 我要買巴力 加多支魔劍 我要買巴力 但是你昨晚差點死 我如果昨晚拿巴力我洗輸 如果你昨晚拿巴力 你死了啦 我要買巴力 所謂人生無常 如果你有位朋友跟剛才那位先生一樣這麼白癡 我肯定他都沒聽過動漫戰隊的啦 那就快點叫你的親戚朋友一起聽啦 我要買巴力啊 要!巴力了啦!巴力了啦!巴力了啦! 第 decade 歡迎大家來到新一集的動漫戰隊 大家好我是Sunny 我是阿謙 八光 恩大王 回到今集的動漫戰隊 他也是做一個專題的回數 今天的主題就是動漫經典對話 其實我們本來不是想做這個題目 我們本來有其他題目是想做的 但是我們YPR面對這個面對的危機 我們幾個主持都身陷險境 無論在工作上 身體上都紛臨死亡邊緣 即是大家亡街 有其他不同的事情發生 總之死剩下的就成功回來了 我以為你說什麼事 我不知道做什麼想殺了你幾個 你肯定說我傻傻 我生氣的 你那些小器事沒問題 節目開張圖就只有四個 大家明白什麼事 那張圖本身是... 不用解釋了 回來題目 那張圖本身只有四個而已 那張圖不是說五個 我沒有理會這件事 你以為可以用龍珠的融合 就變成一個就行了 明白的 我只剩下你頭巾的屁股 形狀都明白什麼事了 你明白你的屁股頭巾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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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一傳出來 我就明白他想做什麼了 明明把圖跟我抽的我自己的水 你可以用來做二次抽水的 撲起來了 哈哈哈哈 不要說那些話 回到正題了 回到你的頭巾 真是 你減少有話入 我真的不得不贊賺你的抽水技巧 真是 把我獎給你好不好 你好像班長財的那張Meme 就是耶 舉了鐘子 咬完那個金牌 還沒站在第三位 不知道為什麼想到那張 那 港產片對白 我們大家經常拿來玩 但一些動漫的對白 相對起來大家很記得 但未必經常拿出來用 即是看哪一句 用得最多 香港人經常用人類總是犯相同的錯誤 你還在搖給我 好像沒有他 阿寶沒有說過的 阿寶沒有說中口的 沒有的沒有的 但人類總是犯相同錯誤 都算是數一數二 多人會引用的動漫名句 或者這個什麼 是機會了飛雲 這句都變成一個流行狂 變成一個 這些就可能多些 但除了這些 即是較多人知道的 我們都會講一些動漫迷 深刻一點點 一些劇情相關的對白 我們先從日本動漫開始說 理論上 待會還有美漫廣漫 還有電玩作品 電玩作品就是 你說一定要加進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緊 先講日本動漫 講日本動漫 大家會想到什麼 經典深刻的對打 我覺得如果講日本動漫 作為龍珠一套 殿堂級的漫畫 其實它意外地 這句其實不算真的很多 我想不算的不要打我爸爸 是其中一句 但反而在香港 甚至比香港電影 利用得最多的 反而是很強的戲 啊 就是了 因為大家 以前年輕的時候 經常拿這句來玩 當然看《龍珠大家好》 就說 我感覺到一股很強的戲 就是那些什麼 你偷懶不溫書 媽媽準備來 美亞色哼你的頭 你就感覺到一股很強的戲 然後連周星馳的電影 經常拿出來玩 就是西龜會說的 因為他很喜歡龍珠 很強的戲 升高的戰鬥力 已經突破了一百萬 他真的經常玩 他的戰鬥力 不只是周星馳的電影玩 我記得有 某些港產片都有玩過 就是這個 戰鬥力的數字 就是他用這個眼鏡來分辨 無論是日本動畫 日本動畫很多 銀文玩了很多次 然後 銀文是玩到 鳥三明的女兒 是因為銀文而知道龍珠的東西 鳥三明寫過一些東西 被空知英秋說 對呀 我的女兒是沒有看龍珠的 我那次見她 喜歡看我的龍珠很開心 問 為何你剛才會看龍珠 看我的書 那女兒說 我看銀文玩 就拿一套書來看 對空知英秋說 我記得 港產片也有一套 是玩過戰鬥力這個梗 應該是梁家輝 我已經忘記了哪套戲了 就是 戰鬥力超過了幾萬的 很多遊戲 很多遊戲都有玩 很多遊戲 反而這些比較經典一點 那當然 你覺得 艾加什麼哈什麼哈 算不算對白呢 還是招式呢 招名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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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名當作生效果一種 另外的就是 我是殺人的傲嬌 對不起 我是殺人的嬌傲 這句也是 不是喔 但現在經常用的是另一句 太遲了 我記得是 然後扔它上去 然後就 昇爆它 好像是 這句話 其實不是 都是讓我們用得多 你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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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得多 譬如大王 他們說回來 上海買一瓶飲 太遲了 我已經帶了 已經到了樓下了 我記得 好像神樂也玩過一次 神樂 神樂動畫也玩過一次 他們回來 兩年之後 都不同了 就說太遲了 他們已經換好衣服 已經躺在沙發上 太遲了 很搞笑 所以龍珠這些梗 我覺得都玩得多 如果龍珠多 那就 我跟他年代相近一點 想到就是北斗之拳 那些 那些就很帥 就是阿拳次郎的一句 就是你已經死了 這句話 在網絡上 以前的人中伏 險要被人禁錄帳 的時候 就好像拳次郎 吃一句 你已經死了 給他 但是那些傻子 有時候不少 那張圖 自己被人禁錄 下面的人就說 樓上一個你已經死了 這句話 真的很帥 不斗之拳 我們看漫畫 就覺得 你們打完那些 反過來 還在那裡 精神性化 那些人說 你怎麼可以死啊 那些人說 不用說那麼多 因為你已經死了 接著他 人氣爆炸 很爽 很帥 很帥 翔次郎那一隊 很帥 但是很可惜 不斗之拳的畫風 風格 始終都是被朋友超越了 哪個朋友 喔 湯天之拳那一段 喔 是偶無視朋友 快笑 已經超越了 你已經死了 最重要是偶無視朋友那句 真的有 是前面那些 傳照片那些 才是作的 但是偶無視朋友那句 我原本是說一些類近的東西 是 青哥大哥 和霞拳智郎 為什麼把黑幫 把上海交給你 然後我們回來 偶無還是朋友 探訊 很感動 但是現在一看那段 就錯了 我自己想到 嗯 我已經儲齊了 不知幾毫的閃卡 我可以給你 嗯 我們真的是朋友 哈哈 很感動 我當年 看到人們改那張圖 那時候 改閃卡那張圖 我還沒看 蒼天之拳 之後 電視播蒼天之拳動畫 我看了幾集就很喜歡 然後就慢慢回去 然後我揭開那段 我就笑了 但那段明明很感動 那段正常是 就是 蒼天之拳說青幫大哥 和霞拳智郎 那段戲其實 兩個真的是那種很兄弟的感覺 很正的 很男性的浪漫 哪怕他們那段聊天 都真的是男性的浪漫 但現在是被閃卡這回事破壞了 那幕戲 已經是我們心目中 已經是 但如果你說回都是 都是他們的書 那北斗之拳數那一句 我的一生 無怨無悔 說這句 帥到扑街 無數作品拿過來玩 但是 每次你想回雷奧那一刻 都是帥到扑街 也是 很威脆 所以T恤也出來了 這個真的 另外想起另一套 都是我們經常講的作品 Jojo Jojo也有很多不同的經典對白 包括每一部都有 例如Dio 我不想做人 這句簡直可以用來做緊 因為那一句 真的是Dio的人生轉捏點 就是因為他帶上石架面之後 跟Jojo Saga 搞了這麼多代 對 玩了之後這麼多代 其實都是由那一句開始 對 Jojo我不想做人 而在經典對白 我想第一部都很多 例如 齊貝林 如何跟Jojo講波紋氣功 我覺得很多句都很經典 波紋就是呼吸的方法 加上他的浮誇的表情和動作 很有呼吸 齊貝林 齊貝林 還有就是第一部最重要的角色之一 龐白軍 Svidwagon 對 Svidwagon經常講的對白 是好的摔角 他是像格鬥技的龐術 是龐術 他做得比較好 不是做得比較好 他做得比較好 龐術 你不是說那件事不緊張 是被他弄得更緊張 他真的是摔角龐術 例如說Jonathan 你看看他 像紳士般的戲法 人類勇氣的表現 是很瘋 但你同時覺得是好笑 很棒 而每一部都有很多不同的經典對白 第二部重要的應該是Joseph的名對白 就是你下一句會說的這個 我很喜歡這下 這個是他的角色性格會出的 就是我算你的 我算到你哪句話都會說 假如你現實生活中 你覺得那一刻 你可以說一句 你下一句會說的是什麼 然後就說出來 那種你贏了的感覺很棒 很棒的 但就變成周星馳和曼達那個 為什麼 一看他就知道奸 然後用無謀的對白 你下一句會說的就是 對 我們走 哈哈 很帥 那一句 之後也有很多 例如 我們雖然還沒說 但我覺得第四部 有很多很經典的對白 例如岸邊老闆 有一個公佬之星的時候 公佬之星在綁著他 然後就說 你跟我說出這個 我想要的資料 我就放你走 是不是 然後他好像想答 然後他好像想答 奸邊老闆 然後奸邊老闆 動畫是做得很美的 突然間轉動就會說 我不會答 那句話是很厲害的 然後動畫也做得很棒 更多經典對白 我覺得更加是一些間隔 例如第四部 常常說我只是想安安靜靜地生活下去 他的經驗對白是一段的 我叫做吉良吉影 我不記得他幾歲 什麼酒 輕嘗即止 那一段經常一說吉良吉影就會整段努力出來 那段很棒 那段是表現到BOSS本身的性格 亦都表示到他是一個挺危險的人物 因為他就是想為了這個所謂無憂無慮的生活 他願意去殺掉那麼多人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但其實之後有看週末我就想起 我一週末以前好像有個神賦給他說 其實我是喜歡的東西 都是喜歡年輕人而已 這件事其實我是沒有罪的 都是喜歡這件事而已 你這樣說 整件事很吉良吉影 就是那件事 波蘇安安靜靜地殺人而已 吉良吉影就是 為什麼要做人呢 這件事很棒的 這件事其實是 如果第二三步我便會想到 阿成太郎 很帥氣的那句就是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輸 因為你激怒了我 那這句話雖然是 搏下去那一刻我們 即是幾個都不太喜歡 那件事就是 無緣無故那裏就炸彎了我那一刻 那一刻我覺得是有點超展開的 但那個一刻是批准到 你一點點批准前面 那一刻有一點不合理的那一刻 就是 那就真的很批准那一刻 那怕你無故那裏就覺得 真的批准來他我那一刻 但那一刻真的無故那一刻 為什麼你會輸 因為你激怒我 真是批准那一刻 那一刻很帥 一邊走一邊在手上寫著 你從哪裏激怒我 從哪裏你辣到我 一我和你計算 很帥 之後其他部數 第五部 開頭在舔 這個 是雪芳的味道 這件事是很噁心的 但科目畫到真的很有迫力 我覺得是因為科目那種人切 是他那種人切去做這件事 你嘗試說一遍 是比達舔不兇的事情已經出事 是真的 但你是布差拉提去舔Gio那一刻 你只要變成另一個人的畫幅 你如果雷奧去舔 次郎就糟糕了 但如果你有北斗之橋 那監獄長就這樣做 但你覺得他是純粹變態 不是魔性 但布差拉提是魔性 還有之後布差拉提是變了主角 不是 甚麼變了主角 第五部主角 本身都是紫怪 就是布差拉提 對 有沒有人先反對這個說法 芝蓉和配角做得不錯 配角來說 對 還有第六第七部 都有很多不同的經驗對白 但那些涉及劇透 例如 最後 徐倫說的對白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還有 第二天遲到的動作 對 不扣住 但最後那對白是很棒的 還有第七部 Jonathan去和阿傑樂去道別那一刻 我覺得也是很棒的 所以 Jojo是很多很帥的對白 那天Jojo 其實也先數回那個年代 想到星矢就是一句 真是他借樓的 都是你沒有看星矢的人用過的 就是我要燃燒我的小宇宙 這句話曾經當年播放的時候 我看電影說 那年代很多人就算沒有看星矢 可能有些流行媒體 可能他們都會當作是普通 大家經常用的一個梗 就說燃燒自己小宇宙 我一定要贏 你不是還有生命嗎 那句是另一句名言 那句就當年不紅的 以前都還沒有紅的 真的 中學雞的時候 我重看星矢 出明王編動畫的時候 這句話都還沒有紅的 甚至乎你播放的正統動畫都還沒有紅的 是去到自從遊戲開始有課金制之後 就變成這句話經常被人拿來玩 星矢你不是還有生命嗎 課金 你不是還有信用卡嗎 你還有信用卡嗎 課金 課金 星矢就這句是經典的 不是 即是熱血的 這句話本身 即是你講完之後 就 v1 你講完之後 人好像很有力量 你上吧 吊男媽頂眼上 那隻原來 就算是 你說打到晚 但你說燃燒小宇宙 我突然想起另一套 完全不適合的 我想說另一套之前 我想補多一個 對我個人來說 星矢最經典的對白 是 我是天蠻狀 然後被人打死了 他們的名字還沒說完 就被人打死 有個名鬥士 名鬥士 即是雜竹那一套 他們的名字還沒說完 就被人打死 我聽到天蠻星 我說不是啊 天蠻星不是這樣被人收屁 我不記得他是什麼 總之我不知道是天蠻 還沒說完 被人收屁 因為名鬥士多 變成有些出來 真的死得很殘 有些真的 你說這些忌擊 我突然想起 相同類似的忌擊漫畫 就是這個死神 死神 我一想起 你從什麼時候 產生我沒有用 鏡花碎的環角 我本來也不想用這招 這兩句就是 一句金句 都是說一句 第一次說 是非常有型的 詩雲界編最有型的 就是這一句 是 真的很有型的 藍染那時候真的很有型的 真的 但是之後 下一篇就很有型的 糟糕 不不不 以後說七句 那時候你吵出聲 吵 游鏡花水穴 這樣 這樣也會 我本來不打算用這一招 每次不夠打 他有另一招 不夠打就會說這句 如果是少年曼 有沒有哪些 新叔 你不說一流百書 你最喜歡一流百書 一流百書就有 我給你見識一下真正的火夜 不是 不是 這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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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流百書有些 糟糕的地方 其實它的金句 是來自粵語配音版 裝你的鬼 你這麼說 你這麼多城市業人 都是 都是來自粵語配音 反而 你說作品本身 我覺得其實很金句的 句子其實沒什麼 因為有些純粹很 不要說什麼 有些就是 他這角色說就OK 我們說一起的雞皮 很嚴重的 很尷尬 人說出來的事情就會 是啊 即是 撞馬那些對白 是撞馬剛才行的 哈哈 搞不定的 即是原理等於 你千萬不要叫 比達去領 吳空這樣不行 這件事是壞的 我會說的 而其實剛才九寶大人 他喜歡寫 我本來不想用這一招 嗯 其實上條名科 在怪人狂島都是寫得很難的 怪人狂島那些傻人 也是全部保持著這招 不肯用的 但是怪人狂島 也是 喜歡到 我覺得是比Bleach更加致敬的 還有你也說過 怪人狂島 一群都是七屋來的 是 所以你覺得他們 智障得一回 就沒有Bleach那邊 Bleach那邊 就是例如 他講到說 性文字好厲害 然後最後收到性文字 你覺得是 幹嘛懶惰的 但是你怪人狂島那些 你覺得說夠的 你就再是這樣 還有Bleach 最慘的是 你曾經好過 你曾經好過 當你變得不好 大家也會很痛心 會變成一件事 是的 都是那句 《詩雲界編》 還有之前那些 我都覺得很好看 都覺得 還有藍染講的對白 無論是漫畫也好 動畫也好 都是表現到他 一下子轉了性格 即是他立起頭 然後說了一句 你什麼時候 以為我沒有出過鏡花 所以那個是很棒的 他立起頭 真的很有型 是的 真的很有型 你說起 說一說 我另一套 很喜歡的少年漫畫 就是這個潮雨虎 潮雨虎 如果你說這句 我覺得最 牽動到我 都是結局那幾句 我已經是爆炸了 那個是很難實證 即是老虎和阿潮說 我已經飽了 即是因為一開始 他們結完 就是 拔了一支矮 在地下室 說我要吃了你 然後就搞一下 變了朋友 變了寵物 變了朋友 變了拍檔 到最後 真的要走 即是所謂的寵傷 要好熱死 然後小潮說 你不要走 你吃我 我給你吃 然後說 我飽了 我要走了 另一個就是 他們打發面者 最終最終決戰 大家齊心合力 推你入結界 之後就是 他跟阿潮 一直在說 然後就說 我們的旅行是有意義的 現在我正與太陽並肩作戰 那句 那個對白和家的背景 是非常美的 我覺得這兩句 都是一個很經典的對白 但之後我發覺 Jump是有些 都可以說一下 我們就 剛才不想起 我看了一條 list 我就想起 有兩句都可以說 首先 那句錯過了 我應該說回來 就是來自龍珠 這句我發覺真的要提 這句本身也很棒 但是 你有看《銀魂》 你又再有另一種感受 這一句就是 這一招是為了無限的 這樣幫無限報牛 但是接著我就會想起 阿草芳吃煙片那一陣 去找口煙吃那一幕 我突然看見我假的 吳空攬珠 無限 聲聲無限 他們的 叫聲聲無限 本身無知有這一句 但是 又是被銀魂污染了 無限 聲聲無限 我會想起這裏 另一句也是 跳舞系的 但是就是 足球小象 就是足球是我的朋友 這句是 經典的 經典 但是如果足小的話 我會喜歡原衣 我不會被任何人 按他 射我 放招 入了 那 臨完衣我 看最初的篇 最後一隻 我覺得是很帥的 打開他 輸了也很帥 我覺得 對 那時候沒有想太多這些事情 Lang Can 還沒想太多 為什麼他的頭巡這麼大 還沒想 Lang Can 我真的不懂得想 小時候看足球小是好看的 大過看足球小 大過看足球小當然是另一種 老實說 又說 to be fair 他真的是那個年代的東西 有時候年代不同 有年代是差沒辦法的 大過了 為什麼球巡跑這麼久 就是跑步機來 你說足球小 我想起入樽 入樽 入樽就很多 最經典 就是安西教練 我想打暗球 還有 左手指示輔助 有沒有一些比賽裡面 很經典的對白 如果Sam 剛剛那句 安西教練 我想打暗球 當然被無常人惡搞了 被無常人改了無數的 糟糕版本出來 但是 就算你怎樣都好 你這句話 你就算會記起糟糕版本 但是他傷害不了原本 那一幕的情感 那一幕我真的覺得 很糟糕 也說有些入樽 粉絲 或者在入樽的人 都很喜歡三井壽 如果喜歡三井壽 你這幕你是 還有他有那種 就是 我錯過了很多事情 以前我浪費了很多時間 很多人那天 人大了 你特別想 你年輕人看的時候 可能沒那麼感受心 人大了 我真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很後悔 但是又很想做那件事 很熱血那件事 本身是 還有整個 scene 是三井壽搞了那麼多事情 到最後 是他帶他進來的兄弟 就是連著鷹木那群朋友 一起撐住那件事 然後就說 我們要打架 不關他的事 等他們可以再打 等他們再打 那一刻是覺得 我小時候看起來 覺得很感動 那一刻是很骯髒的 那一刻是很骯髒的 真的很棒 左手之義的輔助 就是鷹木他練了那麼多次 之後終於可以射到 覺得是OK的 還有一句 我是天才 我是天才 是的 還有另一句 我突然記得被人教得最多就是 魚豬不要扶他 不要扶他 魚豬不要扶他 魚豬不要扶他 我剛剛想說的 魚豬不要扶他 那你最後跟阿晴子說 原解來說 好像告白又不是告白 那句也都是名句 非常喜歡 就是神經病 是的 那句也都是名句 入樽那些真的說出來 有一點是起雞皮的 就好像 教宴安水戴員 很想打阿吳求的 真是起雞皮 我覺得還是 如果入樽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他死都要出場的時候 就跟安西教練說 老頭子你最光輝的時代是什麼時候 大學時期就是全日本時期 而我就是現在 是的 又是起雞皮的 那還有沒有一些是少年 漫畫類的那些 都多的 比如你說路飛的 我要成為海賊王 名門傑仔 我一生的承諾 這些 這些其實都很出名的 但是沒有很多東西想分享 是的 如果你說少年 那也是針的 一定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快點 齊千 你知道寫誰啊 你這個老裝屎啊 那這個 都是因為這個 粵配的原因 他真的配得好 很神的 很想笑 我忍不住笑 哈哈哈哈 但喵喵怪配得很棒 是啊 是啊 他本身沒有錯 喵喵的時候 他已經是很棒的 這個真的是歸功於他的 就是計劃通 是啊 某程度上 他那句話 我覺得是 highjack的作品 夜神魚 那個時刻說這句話 是很合理的 是 他那時候真的瘋了 但是日文那句 怎樣也好 我覺得是不夠重典 你這個裝屎這句 那麼體現神 那麼全神 夜神魚那個時刻 其實是應該這樣說話 日文也是斯文了 真的 你那個裝屎 那句話 他又配得很棒 這是最重要的 是 而且你說配音呢 我突然想起英文版 有一句 對不起 應該什麼 我要成為新世界的神 還是這句 對 我要成為新世界的神 他真的想說這句 讓我打散了 不好意思 或者其實如果你說日文 越殺了L之後 在L的分詞講的那些話 都是很兩次正的 即是無論在漫畫也好 公演真首配也好 是很兩次正的 即是說 我贏了啦 我贏了你啦 我覺得是很棒的 但是我突然想起 你說月版 我想起英文版 有一句是很多人做Meme的 就是吃薯片的幕 最後我拿起一塊薯片 就插進去 那一刻變英文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很奇怪 很Meme化 所以那句是經常被人做Meme的 是啊 我以為你說是Netflix版 Netflix版是甚麼 還要對白 我怎麼知道 我剛才撞了很久 Netflix版我不是記對白 我還記行為 記一下L一槍 有機會說一下 計劃通 計劃通 那句也是成為了無數的 我搞Meme 有拉克斯版對著耳掌公計劃通 有阿斯蘭版對著哪個 絕劍那句計劃通 但是如果計劃通 比起對白最重要的是我的表情 其實兩樣相負相成 你要有那個壞樣子 加上他的對白才出 是 我想起做那個年輕人 就是要計劃通 哪個年輕人 就是天才對決那裡 哦哦哦 是呀 出了計劃通的樣子 但如果不按作品計 按聲優計 是呀 恭喜珍手 搓完搓完不少的經典對白的 夠夠夠夠夠夠 有雞體館 雞體館 雞體館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Come on 百家鬆便 哈哈哈哈 不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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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自己的個人喜好 我們真是太追恆太郎 這個角色 那麼恭喜珍手 你數一下他還有 俄梨娃Gundam 是 是呀 然後你就這樣 石朱拉 F4英那幾句 出擊那些 都是他名句 恭喜珍手 搓完搓完真的不少這名句 我覺得 多的 而且因為薩娃的角色 比較沉默寡言 所以當他一說話的時候 就 大家會比較 專注在那裡 然後你再說 那些 噩尼娃Gundam 哈哈哈哈 平時不說話 一說就說這些 當年 搞到很多好笑的 我說噩尼娃Gundam 這句話 英雄者 譬如說日本有個網站 專門玩Fashion 玩歐尼娃Gundam 玩了無數 但是 本身歐尼娃Gundam 那句話很有意思 因為高達 據理來說 就是一個 救世主的角色 他要成為 他說歐尼娃Gundam 就是 他想成為 好像當日的歐尼娃Gundam 救他那種 形象 的一個人 所以歐尼娃Gundam 這句話 因為阿薩娜 就是有些沉默寡言 而且 說程度上 他那個 辭匯量 他不是 諾安那種人 即是 Front那種人 是很懂 善語交際 他不是那種人 所以以他表達方式 就是講歐尼娃Gundam 我就是成為 那個 形象 成為一個去拯救其他人的形象 所以 他那時候見到 三兄妹 不是說 你們這幫人 不是高達這樣罵 就是他們不是在做 去拯救人的角色 其實他對白理 滾下去 我是喜歡的 當然 無數的惡搞 以前 有人剪過 我以前有人指 惡搞戰 Tierre 跟薩拉說 Setsular F星型 Kimi說 Gundam Setsular F星型 然後薩拉立刻追究出來 劈 這些惡搞的 很好笑的 你說起雙雙雙雙 我不知道算不算名句 但是你第二季 永遠都是聽到 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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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i應該不是 看對白的 Pokemon叫聲 他是電磁獸 他叫就是Mali Mali和Transam 對啊 整個季都是 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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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到的很有趣 薩拉就是不斷叫Gundam Lock on的名字 其實都是名句 但是就是HELLO說出來 但那句真的 是很UP的 Lock on Lock on Lock on 那句 電視就是說Mali 而Elia 不斷提起光頭佬的名字 VADAR VADAR 不斷提起 YOLI 你也輸的 他全部都是說人名的 對 他們回到那裡是說單字的 我懷疑 還有哈姆都說 Sorn in 就是 水準星儀 不知道是不是特地 all my 那些四個主角 都是要這樣的 那些看我 我覺得有些 他有些 他有些巨白 特地做到highlight 你會覺得好什麼 就算 如果哈姆 出身來和高達 事愛都是 那些未知名巨白 但是大家很深刻 就是 我對你的這份 高達我對你的這個是什麼 是愛的 所以 跟著就 捏著Dynamics的頭 那些場面都很棒 那如果 不如說一下高達系 或者 機人回來 那高達系的 0079 不得不提 馬沙里旋計我 那這句話 來自加萬把口 就是他 駕駛大水牛 尊重點 馬沙里是嫂子 我是有才知 日之咪最愛的角色 對 尊重點 小心點 他喜歡哈曼 喜歡加曼 喜歡加曼 哈曼是衣幕來的 ok fine 其實 真的蠻壞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加曼就 給馬沙陰他 然後 報個錯的方位 給他 讓他被威多 BASS那班 即是擊落了他 顏射給他 不是對錯 但很少 多數顏射的 顏射 因為那段就是 馬沙里要報家族的仇 所以去陰他 那一幕 本身 你大過看那幾個迫力 其實 你再消化那個設定 就是 他是軍校 基本上真的是好兄弟 甚至乎 他有些對白都說 就是 真是好朋友 如果你的家庭 不是 他的仇敵 家庭 他們真是好兄弟 其實馬沙是重視這個朋友 他真是當他是朋友 真是當兄弟 但是 你真是那個家仇 那件事比較重要 所以他就會 那個時刻出賣 加曼 等薩比加再死一個人 那幕本身是正的 但是 加曼那句 馬沙你算計我 本身這件事也是OK的 那一刻他發覺被馬沙陰 然後才把機器炒下去 本身這東西都是 某程度上 是高大變明對白 再加上馬沙之後那句 他只是小孩那些東西 都是明對白 但是 很壞不壞 之後推出的 這個機動戰士 Gundam 殺 這個鋼彈桑 塞翼做的 就把 馬沙你算計我 那天塞翼就寫下 你算計我 就想馬沙你算計我 去改變成一個搞笑藝人的梗 變成加曼做任何事情 馬沙整股去 哪怕你當是把飲品 你當是擠兩滴茄汁 那些什麼 擠兩滴辣椒那些什麼 他都會說 馬沙你算計我 自此之後 這一句就一去不返了 就變成一個搞笑藝人的梗 而之後在鋼彈桑 那天塞翼呢 簡直是畫了一片 他們兩個小時候 在殖民星上 做一個搞笑藝人 而加曼每次 吐的那個梗就是 馬沙你算計我 他就是做醋造役 然後就是去做馬沙你算計我 這樣說 他是把自己一句 對白變成搞笑 真的玩得厲害 鋼彈桑 其實0079 很多對白 最後都是變成這樣 本身當時是沒有那麼經典的 例如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白色惡魔 然後阿寶一開始射一部熊渣 射都射不中的那段 都是會被人拿來玩的 很多人還以為有哪個 藍巴拉 異的東西跟渣鼓一樣 那時候那些人在砌模型 砌完盒什麼厲害的 不是渣鼓的人 就是說異的東西跟渣鼓一樣 很痛的 我記得Bill Fighter 你也玩過 對 Bill Fighter很喜歡玩這些 Bill Fighter很喜歡玩這些 Bill Fighter簡直是 他簡直是背了 射到0079出來 但他做到一些高達迷的東西 就是他們背對白對面很開心 或者你去那個 可能Rewise那裡 就開始一間餐廳 有時候在餐廳搞這些梗 走去有些人 無緣無故聊 蔡田跟他說 我不要吃紅蘿蔔 那些人用紅蘿蔔 我拿走 他接不住 那些人也有趣 那一陣子說 不夠鹽 即是扮回來 0079 在那裡說 不夠鹽 沒有鹽 有段是這樣的 他跟蔡田說 不夠鹽 我幫你拿給你 這樣 那些人也有趣 或者 我爸爸也沒有打過 對 我爸爸也沒有打過 這句本來就是代表阿寶座 一個小孩子 要上戰場 但他很喜歡 讓艦長去修正 這個是有他的意思的 有意思 還有布拉道 自此之後 就成為了 Ace Pilot 就成為了 Ace Pilot 就成為了 Ace Pilot 做Ace Pilot 多數都被阿寶座 沒有刮巴勒雞 對 巴勒雞沒有 但他也看過巴勒雞 我覺得是有趣的 他堅持Ace Pilot 他看巴勒雞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他 放心 我是最了解高達駕駛員 然後拍著阿寶座 他說做得高達駕駛員 但我看過那個 都是很有自己的角色 類似這樣說 都是有他的特質 說完之後 看著照片是感動的 當然 這個真的是題外話 前陣子就跟朋友聊說 布拉道應該就是 蓋得最多Ace Pilot 而加美游應該就是 在UC裡面 跟人擠擠擠擠的最多那個 我生得聰明得罪你 對呀 然後還有人玩這個 玩這個蝴蝶效應 嘩 由尊尼跟加美游說一句 明對白就是 加美游? 是女生名 由這句話 加美游就過去崩了 然後就被人抓了回去打 那些人由這句話 推敲了 最後引發到 阿古哲斯墜落地球 有些人 你以個GetD的角度想 就是 因為尊尼跟加美游說一句 加美游是女生名 這句對白 然後加美游打他 然後拉他加美游回去打 然後加美游出了去搶一步 Mark II 接著就跟了奧干 然後跟奧干 繼續打打打打下去 跟尊尼 堵了尊尼幾條女 跟尊尼抓了無數的 仇恨值出來 接著打打打打下去 加美游因為這個原因 到最後就是打斯洛哥 打斯洛哥已經瘋了 而瘋了也是設定上 有種廣泛馬沙受到這件事的影響 某程度上 以後也是令到他 想去做後來的事 其中一個設定是這麼說 你覺得是否合理 我覺得是一般般的 但是 嚴格的設定是有這個放在那裡的 那 就是說阿古哲斯的墜落 你拔到很闊 你真的硬拉個關係上去 就是全憑專尼一句 加美游 女生名 一句說話 蝴蝶效應 引返了他 阿古哲斯的我們 一句說話 搞了這麼多東西出來 有時候一句說話 影響可以很大 當然他的尾段 我也是那個 推敲拔得多了少少 就是隔板來少少 但是 你看那個推敲的會笑出聲 看那個推敲的 而且你說回 布拉道 我也記得 他一句之後就玩了 就是這個 左燕的炮火太薄弱了 一句之後被人 玩了很多次 尤其是基戰 基戰 每次有他都要玩 左燕的炮火太薄弱 那是帥的 帥的 那你想想 連阿瑪莎 在馬反也要說一句 林友德你好東西 這兩句 馬反某些明對白 我們很深刻的 都是源自粵配 包括 林友德你好東西 包括 監視香了 哈哈 當然 聳月配 還有七個月配 我們給他三個秒 給大王自己Solo 啊 身形渣鼓出了作戰 這裡沒有渣鼓 看來連我也沒有渣鼓出去作戰 你可以用那部戰神渣鼓 然後 後面就是 只完成80% 你看誰說 戰神渣鼓出動 那為什麼沒有腳 並不一定有腳 怕那些東西你不明白的 啊 不知道我能否操控它呢 那要看上教你的新類型人能力怎樣 啊 你這個人也挺老實的 啊 不是安慰你 啊 上教我覺得你一定會的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真的夠配 這個混蛋 不是啊 我覺得它夠配得來 你看回人文那段字 其實是這麼常的意思 不是 其實它適合那段劇情 是啊 除了機器就更串 是啊 你看回那些對白 其實 它是 沒有差那個原意 是的 它的意思是沒錯 是 但是它配得很酷 哈哈 是啊 就是很串 不是 阿黑的意思是他串 真的嗎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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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聽誰的說話啊 哈哈 就是你想想 這些月配也好 我當年看風之谷月配 我不擔心自己看什麼東西 月配不知道什麼東西 一個是風之谷 一個是黑俠儀 黑俠儀 那個戲是在貼線 又是問你要不要白花油 那些東西 不是 還有什麼 地獄性女 哈哈 但是地獄性女 那些對白 就真的不肯 真的不肯 原本對白人 就很丟 他那些就不特別說 因為那些真的生改了別人的原本 你怕夜神月那句 你的老裝飾那句 是強化了那件事 但是真的你日版不會 叫人家回去幫你錄 閃見傳真機 混蛋 不是說這些 那些真的不黏著 我最覺得 我紅狗的那段是 啊 藍斗壞了拳 藍斗壞了拳 真的慢慢看 你了嗎 我覺得最過分的那句是 Giddygu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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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知你說什麼 他真是狗妹 好像你這個人一樣 你內心抽了一隻屁屁 那樣 你是摸住新世界的 不住新世界就是住麗精 我懷疑到不知道在說什麼 只要你自己上去搜尋 繼續升他 不是看這段 不喜歡看動畫截隊 先說一下Gundam 先說一下Gundam 那如果你說0079 我覺得是 其實瑪莎和阿寶的決戰 其實都有經典對白的 他那段對白整段都很棒 就是你感覺到 原來他們兩個之間 為何為了拿拿而去打這場交 我覺得是看到兩邊的性格 還有她說 你最後殺了拿拿之後 她怎樣去表達 阿瑪莎對於拿拿的感覺是OK的 再加上之後 後來她再說一句就是 拿拿是可以成為母親的女人 那些女人母親一般是女性 都是OK的 就是經典深刻的 麻煩最後推阿古智斯說 看見人類的光 這句話也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自己 我對現在馬反後的東西 其實我沒有 我知道有些高大迷很反感 後面那一節 我對後面那一節 我覺得都是 他有好的東西 同時都有多少不好的東西 是兩樣東西同時間在這裏 所以我就不會完全否定後面那些 但是我覺得有好有不好 哪怕好像Unicorn 他大招 拉布拉斯盒子 我再想回 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反感 但是我覺得有些位置是不太行的 但是你就算說什麼Unicorn 都是OK的 但是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Unicorn 真的在馬反 推完阿古智斯之後 完了Unicorn 我覺得是一個最漂亮的位置 是 那個位置就是 你也有一句 從阿富野一個 他那時候還是很 很粉絲質族 是的 他那時候某程度上 還是佳羅斯富野 還是佳薩富野 但是 由富野那時候 都是 你整件事某程度上 都是一種對人類的憎恨 就是富野經常說人類應該要 滅絕 是 是 但是那個時刻 你把他扔進去 都很富野 但是他最後推走 你應該是修靚的 味道 但是那樣東西 這個就是人類的光 你對人類是怎樣的東西 最後是一個開放 但是他給了一個頗正面的 又不能用答案 他給了一個頗正面的希望大家 就是人類那裡還有一道光 那你去到往後 甚至乎 可能很多人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事 有時候你可能想起這件事 是不是 有時候那些事就是 你的醜惡的事 和好的事同時存在 人類那裡還有一道光 你越大就越覺得 那句話 其實是 有他的深度 所以我經常說 你UC去到這個位 如果 是一個N 那就完成了UC幾部曲 我覺得是很棒的事 但是後面 就要繼續下去 沒辦法 Bandai 都要賣模型 那你說他成不成功 那大家家裡也收藏不少 UC過後 不是馬翻過後的模型 你UNICOR那些 大家先買幾個東西 那他成功 那你哪怕UNICOR有些對白 我都很喜歡 就是我今天福井去寫某些東西 是很有感覺的 例如我自己最喜歡 是UNICOR在沙漠裡 男長 Sunny萬彤 巴勒雞說的那段說話 就說覺得任何 體制做出來的時候 最初都是一份善意 就是你剛才不是太正面 可能是 但是他會說人 如何由一個善意做一件事 最後可以引發到 這件事變成一件 類似Evil的東西 那段說話其實是 很有深度的 我覺得那一幕 然後再之後 那段戲就是 巴勒雞是他的藍道 和Sunny萬隻臭的 他和Sunny萬打架 打完Sunny萬 有個小姐出去 那段 因為那段 很多人都說 看UNICOR 最喜歡角色很多人都會選 身體 男長是很OK的 但是我很喜歡巴勒雞 上一架 UNICOR出去 又說 那些武器 我陷入了你的機器 你的UNICOR 那些武器一定是通的 系統用到的 然後巴勒雞說一句 連兩邊的機體 那些機械都可以交換 但我們的人 就是大家理解不了 那一刻很棒 另外那個時刻 出擊那一刻 還有我突然很記得 他們那些人 最後在打來打去 打到 藍豆水鳥拳 藍豆水鳥拳之後 他們上射衛星炮那陣 Ui哥我最不OK 就是藍豆水鳥拳 當然 那些黨衛星炮 也是混蛋 這兩件 但是他們準備發射的時候 阿布拉圖就跟那些人說 你要想清楚 為什麼你要按那個按鈕 然後他們說 我不管 我真的要按下去 我是為了我的下一代去著想 然後阿布拉圖跟他們說 你想清楚 究竟你對下一代要 給到什麼距離 那一刻我覺得是挺好的 那一刻你已經用回 這個年代 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想 所以UNICOR 我知道有些高達迷很不喜歡 有些就純粹是 UNICOR就一定好 就很喜歡 我自己對於NICOR 就是 他沙石或者不好的東西很多 但是某程度上 我覺得他很厲害 就是 他不算寫歪別人的東西 他現在暫時沒有炒別人的歷史線 其實你在中間涉外 我覺得有創作的困難 哪怕中間他沙石或者不好的東西多 但是他中間有些位 你highlight出來就很棒 這些位置我覺得 他這對白我很深刻 有些東西是你現在看回 就是你有些東西可以 我很喜歡這件事 所以他現在不敢看NT NT真的 NT真的寫那幾個主角人物條線 好看的 但是你要接受他的就是 在他 都是那句 福井 他是沒有 怎麼說 他寫新人類的東西 他沒有抵觸過傅野的東西 傅野因為他本身寫一件事很開放 他最後一件事超級New Age 其實我覺得他寫到很New Age 但是你 人生懷的某個level 你就很多事情做到 有些像 說你不知開了哪隻眼 你就可以吸太陽那種 他不是完全講這些 但是他是有些近的人 就是你 人去某個位置 你就很多事情做到 他是想寫到很New Age 但是我自己不太喜歡 我自己是喜歡複野 他那時候講些不講些的東西 那你講其實 我知道講遠了 我幫你講完 你就算是New Age 最初的Ending 阿寶最後是 用一個身對人人能力 用到變成一個區域無線對講機 他是最後區域這樣 帶了一群 White Door Base的人 離開那裡出來的 做了區域的GPS 連同區域的對講機 所以你說 NT可不可以這樣呢 我不說得錯 但是我不是太喜歡複野的寫法 我跟大王這個位置有點不同 我覺得阿寶那個空間的認知能力 和那個通訊能力 是我可以接受的東西 你也沒有NT去哪裏 即是Fest Bad 因為我的概念就是 你講給我聽 NT是可以做到一些很易於常人 CQ線的東西 對我來說 CQ線和Fest Bad那一刻 我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是 我能夠接受到 但是我不喜歡 我只是講 因為他 將那副東西再發大 副意就是 你是New Type 你去到某些位置 你的潛能是無限的 他想寫這件事 人的能力 人的潛能是無限的 副意來說 你複井那套NT論 是將這件事發大了 但是發到那個位置 我不喜歡 我覺得不應該寫到這麼白 寫到真的 完全好像你變成了Force 那件事更嚴重 他比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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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應該寫到這麼極端 你寫到某些地方 點到即止 那個時刻 你把東西拉走 就像巴勒雞 第一次開綠骨的時候 拔掉那條藍 那些位置我可以 我覺得你做到這幾位 點到即止那個時刻 解決到基本上 解決不了的事情 但是你玩到 用精神骨架去玩Fest Bad 我不喜歡 但是我不說都是錯 我覺得不是那回事 其實去到 去到節度 能夠神打鬼上身 我已經覺得是 很難過糾紋的事 來的了 是的 但是我最接受到的就是 那個溝通 是去到 我跟人的思念作溝通 然後人的思念 是在影響當下發生的事情 但是他不可能改變出現了的事情 那當然了 你說Andy的準備 那個鏈罪也是爛的 如果他是把人 從現在這個30歲的時刻 我Fest Bad到你變成一顆精蟲 我不行 但是你把機械好像逆向工程那樣 我還勉強 我能夠看得下 但是我不喜歡 就是那句 我覺得他沒有寫錯 他沒有寫彎人 我不知道 我沒有寫彎 他真的沒有 硬要把人家的東西寫錯了 他沒有答錯問題 但是他的答法我不喜歡 我只能夠這樣說 但是哪怕 我覺得他後面 我未知之後會怎樣發展 但是你現在只是計 Unicorn 其實他是沙石多 但是剛才所說的 只是對白 我亦都highlight到的經典對白出來 所以這個講多了 但是因為我們少講的專題 今天吹水話題再講 如果說高達還有其他一些 0083就有 所羅門 我回來了 這句真的是 明對白 當然對動漫戰隊的 稱重來說 0083相關的明對白有新意 那句不是明對白來的 你啦 這個八婆 他應該要弄一部GPX 而出去塞他 入關彈裡射到所有門 這句是你的明對白 和你這班都是無關的 但是大家就想起你的一句 另外的話 高達的明對白 譬如月亮出來了 Gindam Final Ready Go 出來吧G高達 我覺得如果你G一定是 最後是道門 抱著東方不敗 在唸那一堆 血淵白 那句是很棒的 那是感動的 感動的 雖然長大了 新年破壞了 不是 還沒有破壞的 你那時候說 那一幕是感動的 不過最後突然跟東方老師說 其實人都是自然的一部份 師傅 師傅 阿童兒你說得好像是沒錯的 有一點破壞了 東方老師在我心目中的認證 但是 東方老師是帥的 是帥的 是帥的 還有最後表白 很難得有一些高達系的主角 是這麼直白 到最後是不會表白 對啦 G高達之後那一套 想 又不是想靠女兒 但是從朝女兒說 我要殺死你 不是 那一刻很燙嗎 那一刻是撕著風 然後像拍片一樣 他不敢看著他 然後說我要殺死你 然後就報一幕 然後就很帥 但是你想回 那一回事呢 那一刻就差不多 阿利林 那一句話 夠了 另外W高達的名對白 就是杜魯斯背人名 我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那張五菲那句 那個人有多少的正義都可以 這句話是我的瘦心 這句話是有心度的 那杜魯斯背人名 所以我們就背不了人名出來 是重要的 就是大家記人名 經常都記到捉金溝喉 但是那一段真的背不了 不好意思 就是杜魯斯就是 郭鳳群 郭鳳群 不是 什麼 郭兆強 羅鳳群 王偉成 那段很嚴肅 就是杜魯斯說 誰為這個狼隊 試一下奠定性幾一球 答我就是堅尼米 誰為OZ 奠定了最大的戰功 答我就是堅尼米 郭鳳群 王偉成 以後 以後這幾位 郭鳳群 郭鳳群 王偉成 就可以獲得我們新型MS一簿 我不會忘記你們對OZ的故意 其實我很喜歡當老師 然後就被張飛捅死林家產 所以就被張飛捅了 我抽不中 比如那一段背人名是感動的 就是 那一句是 用別人的生命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很自私 但是他其實是 記得了每個為犧牲的人 所以那一段是感動的 希望過了今天之後 不要被我們破壞了那一段 沒事的 但是那一段真的很帥 那說一些新的Gundam Series 我突然想起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Rewise 之後再重看一次 我很記得有人 在舊阿珍輝的時候 怎麼跟那條龍說 古華多倫 古華多倫說 就是說 我不可以讓你嘗到 跟我同樣的OZ 我覺得那一句是非常棒的 《舊珍輝》那集真的很感動 是啊 他跟古華多倫說這句也是很感人的 是啊 還有他跟他爸爸說一句 他爸爸 就是當作編劇 根本是在面前 常常有自己說的 是啊 都是當作編劇 跟大家說話 說不定真的可以用 鋼普拉救世界呢 我覺得那一句是OK的 你專心做一件事 去影響到其他人 說不定你可以拯救到 而之後 看回訪問他 就是他自己在訪問的時候說 就是說 我們做一些機械人作品 哪怕可能多了一些人 因為我這個作品 他喜歡了機械人這個系列的 那也好 他自己有這樣說 其實那句真的 很有他自己想說的 一來他那段前面就 表達了很多自己 之前做try做得不好那時候的 悔舊 他真的表達了出來的 他那時候 他表達了就是 以前的東西 我很用心去做 但是我做得不好 結果都是 今次我要再做好 那時候 各方面都感動 但是你如果再掃回高達 你掃回他 再之前那些 你seat都 有一點的 很多人 我看寫對白會寫seat 小珍珍出場那一對 馬達山桑 Skylogger 眼打打字話 這句是名句 因為小珍珍只有這 像主角而已 只有這句 只有這句 像主角而已 他後面 後面就是出來 眼打打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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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耳掌好 某程度上 上次跟大家聊 我之後就覺得 其實小珍珍 某程度上 三蜜月跟著大哥 跟著耳掌 她有想過 我最後還是變成跟著耳掌 耳掌的畫面 我想有一次我不喜歡拆拆 我想 我經常覺得 我們這樣說的小珍珍 死跟著耳掌 那件事 形狀好像一個人 我一時間想不起 我想了一會兒才想到 整件事很蕭先生 很厲害 蕭先生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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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耳掌很厲害 耳掌很厲害 那我就變成法哥 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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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哥很厲害 他一陣子有一個人在旁邊做事 然後他就說蕭先生很厲害 耳掌很厲害 耳掌很厲害 他有想過 但我都想完之後 他就變成 我覺得如果你說蕭先生很厲害 多點那個是阿雷 阿雷 阿雷是不是 我覺得他最初是真的 順耳掌 阿珍還有 以前蕭先生做節目左右兩個人 他就說明對白 他真的最像主角是吉他那一刻 但我不知道 C和CD對我來說 如果這個C的 古老就是最後跟基拉打的時候 他那陣子的對白 就是說人類的惡意 我覺得是OK的 那段是OK的 其實吉他那段是沒有說贏到他 沒有啊 哪有 他那段是打贏了他 古老姐不一定問他 你說人類是會有不同的東西 有些什麼不同 哪裡不同 古老姐問他 最後吉他就說 我要守護世界 其實他終於是過了 沒有回應古老姐 他拚不到古老姐 其實那段是你以Debate來說 吉他是完敗給古老姐的 他不是好像Dare Devil和Punisher 在Netflix的劇劇那裡 Punisher跟他說了一段話 為什麼我要做這些事情 Dare Devil說完 其實是沒有說贏過他的 沒有啊 沒有啊 其實基拉說不贏古老姐 他打贏他而已 他就說 屌你總之我世界保護 他當然屌你在前面就可以了 其實基拉有 他就想過說 如果C叫名句 我很大壓力算不算 我問句而已 我這個只是問的而已 他真的笑著了 我忘記了裡面 不是直接說我很大壓力的 但是類似意思 然後就扭加蔡爾的手 那個是名句 現在是名句 是 我當然想說之後那個 當然是鐵血 你說吧 3日月我不用追 我們贏了 不用追3日月 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 原本第一季 都有很多很帥的對白 包括3日月問他 我們下一部要怎麼做 我們下一部要怎麼做 這一句是很重要的 即是無論是整個鐵卦團也好 整個組織的命運也好 都是給3日月這一句去影響到的 第二季就亂了 但是第一季Biscuit死了 然後他問這句 初初我不是很喜歡 好像我那時候有點勉強來的 那時候好像3月勉強去逼Oroga 我初初過了一半半 但是我之後想回 其實那一刻Biscuit死了 Oroga是完全動不了 即是他意識上是停了 由3日月推回Oroga 那一刻其實 我覺得是有點病態 但是OK的 第二季不要提 但是你加上這句 3日月我們不要追 我贏了 他最後我贏了 即是那一句是 完全破壞了所有事情 剛才我說過 全憑專利中衛一句 家美猶 是女仔名來的 然後就搞這麼多事情 大家藏回那個moment推敲 如果那一刻3日月有追 3日月真的做了一部產品 如果追了的話 就真的贏了 對 他追了一部殘兵 堵了一部殘兵 把咖喱拌下 最後咖喱 不能跟朱利亞特那班人追著他們 打好他的氣咖 最後巧克力是嚴格來說怎麼死的 嚴格來說是咖喱打贏他 他再重傷死的 那大家想 if的事情我們不知道 如果3日月過沒有人真的追上去 拌下那部殘兵 到底會怎樣 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又不同意這個說法 我當3日月有追 堵死了咖喱 他只是撇除了巧克力死在咖喱手上 但可能計量死法 被波劍剋死 因為那個人一拿著巴力 打算可以控制到我耳門本身就是會失敗 沒錯 這個就是博力 請你說 你竟然說 你竟然以為我擁有巴力的我 你竟然以為我擁有巴力的我 哈哈哈哈 這個真的 這麼舊的東西已經沒有人理他 什麼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我很喜歡 是說 他拿了一本巴力出來 那個屁股 歐和蟑螂去問 問啊 問啊 巧克力的屁股 是不是真的沒事的 他滴了滴汗 他說 沒事的 巧克力大人敢說 應該沒事的 沒事吧 哈哈哈哈 你想一下 那時候說三個月不死的時候 歐和蟑螂還沒死 是 那如果他說這一句 是不是可以平面到 阿團翁最後 不用躺在地上用手指指的時候 說話 繼續走 這樣 是嗎 但因為 因為理論上 巧克力是走錯 太過暴棋 那時候可能巧克力不用死在旁邊 不知道是怎麼死 死法可能有不同 但因為他們都是相信巧克力 所以路都是一樣去的 其實你早上這個就不關對白事的 千錯萬錯 都是巧克力的錯 是啊 還有剛才藍哥也有說的 阿奧盧格那句 不要停下來 不要停下來 又變成動漫就當然了 是啊 現在不要停下來 已經變成一個動漫圈的 Memes 已經是 無數的對白大家動一點 就說不要停下來啊 不會這麼說啊 我覺得只要 鐵圈的作品 有巧克力的計劃 再加旁邊魔劍的話 其實中間發生任何事都是不重要的 是影響不到整個結局的 都是那句 由巧克力決定行這個計劃 我已經錯了 是 都是那句 咖喱又來的 但他從小到大都是圍著這個計劃的 從小到大都是圍著這個計劃的 從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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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看大鬼的時候 你從小到大目標是想著拿巴力 我沒想過你想著拿巴力 就達成了所有東西 是 所以我們那時候 好像在吹水時間 聊天的時候 大家都說 如果有計劃 你覺得 我拿完巴力 我能夠對外面的一般市民 我能夠有正統性 好像以前那些皇帝拿玉璽 我拿了玉璽在手 我知道玉璽在地上 但我有玉璽在手 我能夠騙到外面的人 跟外面的人說 我才是正統 現在那些人是反派 那些人是叛軍 如果你是說我要爭取 政權的正統性 因為你讀歷史來說 一向如何令自己正統性 可能會做很多事情 散果歷史也有 為什麼一定要供用人家的手高 就是要供我首都拿了人家的皇座 你某程度上 將這個人當皇座 我知道騙不到一星龍他們 但我要做這件事 我這樣才能夠把我變成正統 讓人家覺得是門賊 如果你可以寫出這件事 就可以了 問題是他想拿這件事 實際上連結了一個爛隊 他想拿這件事 全部人聽我說 怎麼聽我說 所以就說一句 你竟然敢違反擁有巴力的我 而是人家真的 我這樣 那不就糟了 你竟然覺得巴力有用 還要是如果那部巴力 真的好像勇者王那麼好抽 一拳打爆魔劍 或者是真的可以干擾到魔劍 或者是他被魔劍 一下子插下去都會死定 他打算不夠的 是用勇氣搭救 大家經常說 如果你那部巴力爆S角 你自己可以笑 因為那支槍 你打NB我也知道 近到格鬥 距離射到別人 呆一呆 遠一點 射不遠 人家說你那部巴力打口 笨 經常這樣說 你不要聽 只是這樣的機器 都是那句 拜神御珠 在保持性上 而且 經常說 阿咖哩又是你的人 你叫他反 他隨時都跟著你 接著 白摩那個 基本上 他真的你怎樣都可以 你本身 你把那兩家人在手 你三家人去反 我當你中間怎樣寫一些 狗血一點的東西 令那兩家人一起反 你這件事 他成熟會高 你一部巴力殺出去 兩把都好 所以其實這個 他對白就是 他那句 你竟敢違背 擁有巴力的我就是 告訴大家 那些製作組 真的是神經病 他們真的覺得 這個劇情是不合理的 如果很可惜的 就是 第一季是很多 很有力的對白 我覺得 鐵華團 那些人在某些對話當中 好像三日月跟團員說的那些 或者跟外面人說的那些 我覺得是很有力的 但是經過這兩個 我記得些什麼 我真的只記得 這個三日月不用追了 雖然第二季回來的那句對白 也是一聽就出事的 阿新叔那時候喜歡那句對白 他說 Origo三日月說 嗯 現在我們做黑道 希望有一天 可以做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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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神經病的 對 因為他們本身是做信公的 是 現在就可以做社會 唯一一一天 可以做正行 絕對這些租不再痛了 回去聽話 對 那句白來說也是很棒的 是很棒的 那你數高達的 其實都差不多 當然還有很多 每輯都有它的名句白 但是我一想就想到 這一堆出來 那你如果說回真是最主要這些 就是我自己 真的UC系那些 又會再深刻一些 你不是說 去W那些 也有 就是 始終說 希鵝那句話 說完出來 剛才我開門前來說 我想回高達的對白 想到希鵝那句 我要殺死你那句 我老不知為何 想完之後 立刻浮了川島方寺出來 我要殺死的人 這個混蛋 我是想到這樣 那好像剛才藍哥突然提到 譬如勇者王那樣 用勇氣搭救 這些都是很經典的對白 連我們的梗 軒哥經常用 那些東西搞不定 就是用勇氣搭救 那些事實來的 那些 Windows更新會不會 用勇氣搭救 不是 那時候說星戰 那幾隻籃 不是 平時說科技產品 你說不夠用勇氣搭救 不是你這樣說的 有事 另外對我個人來說 很重要的對白 就是以爺爺的名義發誓 還有提示有三個答案 有一個 我最記得是 你和我都是在這個平衡線上 我覺得這句真是最差勁的對白之一 你和我是永不交會的平衡線 是啊 但是我真的經常見到你 高原遙一 你不要啊 我走出來 你真的很喜歡高原遙一 他真的很喜歡高原遙一 他真的讓我怕覺 太可愛了 我覺得現在那本真是正經搞怕慢 高原遙一會好一點 是 反人門 他會正常一點 那這個題目 再說下去 也有很多對白講 所以我也先抽一份 那麼我們今天第一節 就講日本動漫 第二節回來 我們就講一下其他的範疇 那麼 例如一會講美幻 廣漫 還有一些電門作品 新叔都是特別highlight出來講的 那麼我們就在這裏看看 稍後回來就會有 第二節的動漫戰隊